好,來看一些簡單小題目 他說中花秋做一個測量實驗 然後有一個長度跟法碼的關係圖 他請問你掛兩個法碼的身材量多少 這裡要提醒同學注意一件事 等一下會再提醒一遍 他的圖形上給的是全長 可是要問的是身長 所以有人給全長問身長 有人給身長問全長 請你注意他問什麼給什麼 那我們有用的是身長量 外力是跟身長量成證 圖形上顯示掛五個法碼的時候 身長20公分 全長30原來史 所以身長20公分 就表示一定要法碼身長4公分 那兩個法碼就乘2 叫做8公分 叫做8公分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 答案選豬 這又是做法 那當然也可以用所謂的代公式 代公式 代公式 就是F1、F2、Δ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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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做 好 有公式去算 有五個法碼身長30-10 有兩個法碼身長不知道S 比例要一樣 然後呢就去做數學 就可以得到一樣 8公分 我通常是不會用公式解決的 都用前面量子看一看就知道的 或者是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就知道的 就解決掉了 可以嗎 可以 請注意 剛才講過了 有人給身長問全長 有人給全長問身長 注意 人家給什麼問什麼 你在做計算要用到的是身長量 是因為外力是跟身長量成正比 外力跟身長量成正比 所以要請你注意一下 人家給什麼條件 問什麼東西 不要給 不要答錯了 不要答錯了 OK的 請你注意 好 停車 戰界問 請問你這裡怎麼樣 好 也是一樣 圖形式彈簧的全長 然後他問你 掛三個法碼的時候身長量有多少 好 給全長 問身長 請問 有啊 這類 這個叫做 12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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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 提供 C3 請坐 你選C3 C3 他圖形上顯示五個法碼身長30-525公分 表示一個法碼身長5公分 三個法碼就身長15公分 我不再用公式解決了 就看一看就會知道答案了 不需要用什麼公式啦 看一看就曉得了 OK 這叫做 練習01 那 練習02 剛才講過了 有人是問身長 有人是問多重 請問你 五公分的話是多重 圖形長這樣 那請問你 如果我身長了五公分 那表示東西有多重 另外一個問法嘛 位置數不一樣嘛 但是一樣看一看就會知道答案了 沒有什麼特別 很簡單 小事一樁 我們找可愛大帥哥 帥哥叫做21號 五公分 尉龍先生 啊 你說什麼 你猜第幾題 你來問我第一題 C 你選C 看圖就知道了 看圖就知道 你画八克重 十八减十 伸长八公分 八克重伸长八公分 那就表示 一克重伸长一公分 那五公分几克重 那就五克重 当然就选C 这就是简单的小问题 可以问伸长量 可以问东西多重 我们前面跟各位提示过了 就是虎克定的运用 外力会跟伸长量成正比